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8日 维斯贤主场斗志昂扬 欧洲联赛办准决赛首回合角逐 周五凌晨如期而至 届时应超竞旅维斯贤率先在主场迎战法甲豪门里昂 维斯贤16强顽强淘汰欧洲联赛之王西维尔 至于李昂16强面对较弱的波图晋级历程都存在波澜 加上维斯贤近况更加 看好应超队伍此番能够率先战的出现机会 维斯贤今届欧洲联赛晋级历程基本算得上顺风顺水 除了分组赛最后一轮主场有所松懈布迪萨格勒布带拿摩之外 其余五场分组赛四胜一合 至于16强面对竞敌西维尔 球队在首回合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 次回合回到主场凭借汤马士 苏西以及安德烈 约莫兰高的入球 加时淘汰欧洲联赛之王 其士气无疑高涨 需要指出 维斯贤经界赛事的迎波关键在乌防守 事关分组赛至今 他们仅有四个失球 是防守表现较好的队伍 其中他们主场分组赛至今只有一个失球 不论是16强次回合面对西维尔 还是分组赛主场面对维也纳迅速 还是亨克都能取得零风 萨特 宾拉玛是球队金界赛事的头号射手 此子现在有三个入球进账 他的表现值得关注 考虑到球队近况是更加的一方近四战 取得三场胜利 维斯贤是一座阵主场绝对有望赢波率先战的出现优势 阵容方面中场文努尔 蓝仙尼被罚停赛 李昂近况有所飘忽 他们最近四场各项赛事仅赢下其中一场 其中后防军场是接近二球不算理想 因此球队近期表现很难令人不担心 好在他们今届欧洲联赛表现较为有保证 分阻塞五胜一盒保持不败杀入到16强 而在16强战中面对实力较弱的波图 就在外界普遍认为李昂将会轻松的双杀晋级之时 他们竟然再次回合被波图破合 虽则最终两个回合以二比一有惊无险的晋级 但拥顿们同样不敢对其晋级全景太过乐观 皆因维斯贤是出了命的硬骨头 而且他们经界赛事逐场表现极佳 因此首回合率先做客的李昂男友十足的取胜把握 未知莫沙 迪比利和卢卡斯 伯基达等人所领衔的中前场 能否给维斯贤后防带来杀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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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